我給了大概一個月之後就沒給了 因為我們已經持續養成了運動的習慣 所以其實後來久而久之已經養成了這種 每天都會去道館報道 就是我們小時候放學大家都去補習班 所以我們就是下課就去道館練習 然後從小在那個環境長大 已經是一種習慣成自然的 我還記得我在國中的時候說話叫做老大 因為他們知道我爸爸是教練 我爸爸也在學校裡面當教練 所以自然而然男生或是同學之間就會開玩笑說 他是老大不要靠近他 他是黑帶的這樣子 然後就是當然就是大家感覺同學之間會對你有些忠敬 這是我覺得比較特別的地方